吹牛大王历险记 第八章 黄瓜岛 我是一个极其爱好旅行的人 这点你们应该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不过 你们可不要以为我只会在陆地上跑来跑去 我还在海洋里航行过好几次呢 接下来 我就给你们讲讲那些海上历险的故事吧 准确地说 我的第一次旅行就是在海上 当时 我极力想让我父母同意我出去闯荡一番 可是 他们一直以我还太小为理由 而一口回绝 我又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所以 每天只要一有空 就费尽唇舌地劝说他们同意我去旅行 好在 我的父亲在这种轰炸式的游说下开始逐渐松口 这让我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 但是很快 这一点星星之光在母亲那里被拍戏了 他给我的回复是强烈反对 绝不允许 这样的结局让我顿时垂胸顿足起来 要知道 我是多么期盼他能同意啊 就在我万分失忆的时候 一位亲戚恰巧来我家拜访 哈 这下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忽山忽山的希望之光 因为这位可爱的亲戚口才非常好 可以说是巧舌如簧 无人能敌 而且巧的是 他正打算去海上旅行 于是我请他说服我父母 并希望他能带我一起去旅行 他可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成功 所以没过多久 我就跟着他一块出海 向着西兰进发了 我们从阿姆斯特丹启城 一路平静也一路无聊 因为途中除了灰蓝色的大海和偶尔的几只海鸟外 什么都没有看到 不过 当我们在一座小岛停留休息的时候 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不再那么平淡无奇 索然无味了 我们在小岛停靠是因为要躲避一场巨大的暴风雨 说起这场暴风咒语 我至今都还有些不寒而栗 那场景实在是太恐怖了 到处飞沙走时天昏地暗 几百斤重的大树被风像羽毛一样的卷到高空中飞来飞去 我们一度以为自己置身在地狱里 不可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不过 好在这暴风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们还是在一个隐蔽处撑了下来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 我们惊讶地发现海岛上竟一点没有留下风暴的痕迹 就连那些被拔起的大树也斩回了原来的位置 而且枝叶繁茂 上面还结满了鲜嫩的黄瓜 完全不像被风摧残过的样子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些树上确实结满了黄瓜 你别问我说黄瓜不是结在藤上的吗 怎么长在了树上之类的问题 因为我没法回答你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这个海岛上的黄瓜都是结在树上的 不过 我们发现有一棵树没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一打听 原来是因为当时有两夫妻正在树上摘黄瓜 而这两个人又非常肥胖 压得大树在落下时偏了方向 落到了别的位置 不过 这一落倒也蹊跷 刚好落在了这个国家的国王身上 让他一命呜呼了 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 欢呼雀跃 原来 这个国王非常残暴 不仅百般折磨他的子民 还把他们的粮食都收走 只让他们吃黄瓜 所以 被所有人赠物 而那对摘黄瓜的夫妻因为除掉了暴君 被人们拥戴成了国王和王后 这可算得上继暴君被除之后的又一桩喜事 因为这对夫妻非常善良 一定会为这个国家的人民造福的 在对船只进行了适当的修缮和凉水补给之后 我们又一次起毛出发了 下一个目的地 西兰 之后 我会给你们讲一讲在那里发生的故事